各位观众你们好 又是我食老的Matthew跟大家讲码 明晚法国局毕兰仍有9场赛事 现在我也不敢说 因为法国局今年的赛事很奇怪 很多时候都会来后想码 可能大家都怕事底在前面走多了 不要紧 我们事不宜迟看看我第一个要介绍的码 这就是第三场的电子传承 上场跑了沙田千四 第一次放头跑 藍三那只十一档起步 现在放头 这场马我稍然放得急了 因为这场马的头马二马三马 其实都是留在稍后的位置 证明这场步速偏化了少少 而这只马都是去到150米才断的 趁它转弯没什么看的时候 我就介绍一下脚 第一只我要介绍的脚 就是奇峰 这是铁马来的 近将它的演出都很稳定 我相信徐石都会用尽它 第二只要介绍的脚就是机缘巧合 这一马落到五班之后 它就显示出它有不错的竞争力 我相信它这一场也会接近的 第三只要选择的脚就是 我猜会冷冷的针前炮 针前炮上季的演出是很准的 但是今季季初到季中 它操练都不是很正常 到最近操练正常 我相信它会跑得更好 现在看看电子传承 到最后一百才断 差点被爆了 其实首二三名的马 在五班都是一些很不错的实力分子 它这一场的水准都不错的 虽然明天排外档 但它给你一个赔率 也看上去不多 快马跟它抢 希望它可以开载 刚才脚都说过 现在要介绍第二只 就是第七场的狂舞派 五档起步的 紫色三白袖那只 其实这场马 潘顿的发挥已经是一绝了 真的没得顶 但是被一只包装起月收慢 就弄到它失了少少先机 而被一只明月光走掉 很不值 这一马其实它演出都很准 大家都知道 这场马的对手比这一场更弱 所以我觉得它机会都很明显 那脚方面呢 我都会选三只 是冷冷的 那第一只 就是英明神区 这一只马 其实三班 它真的 随时会爆一锅 因为它今季两次爆的 都是三班 今次也是三班 即是它都有权爆的 上一场亦都近了 即是证明它的状态 也有回来的了 那第二只呢 要选的就是 勇敢王者 勇敢王者 这一只马 其实今季出赛都不多 因为比较新的马 而它富榜也都轻 相信体力上 磅位上都赚了 我觉得它是有权 而最后要选的呢 就是智宝区了 智宝区这些马 就是Tefesto 其实跟康姆巴是同系的 即是跑中距离 或者长途比较好的 上一场呢 特地跑千二 我觉得它是怕一只马走光 所以它就跑上千二 这里看到狂武派 真的差一点 追不到 真的不值 说回智宝区 我觉得上一场赫然 怕它走光 所以特地跑千二 而因为 我觉得它 它们觉得马英是状态来了 所以临场是落飞落到十多倍 我已经开始留意 那这次 可能试准了 其实去法国都OK了 就立刻增添炮 1650 我觉得它 食指都冻冻地了 一只热头 介绍 拖三只冷脚 希望都可以分一下 重复一下 我心想先 第三场的电子全城 拖奇峰 机缘巧合金钱炮 第七场就是 狂武派 拖英明神区 勇敢望者 和智宝区 希望这两口都应该有分头的半眼 可以帮大家赢钱 多谢 拜拜